各位用力 各位用力 选择一个角度 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口气来这里 中国人一直在推动 中国和美国开战 中国和日本开战 中国人想过没有 会发生什么 想过没有 中国美一旦开战 共产党一定会 具战争的名义 把它不需要的人 除了中国的高层的500家人以外 送上战场 却不处理掉 就像 就像什么呢 就像金正恩 他认同的血统 就是白头山血统 那中国共产党认同的血统 就是红二代 那么除了红二代的500家人以外 都可能把你 以战争的名义送上战场 直接把你咔嚓掉 好 好奇朋友们 听到我说这个话 觉得是五夜耸听 你不要觉得五夜耸听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当然可能了 当然可能了 什么都有可能 就 就现在的病毒清零 核酸检测 以及房地产倒塌 银行清零 财产清零 我想中国人应该开始有点体会了吧 或许中国人还没有体会到 中国人往往是不借棺材不掉内 事情没有留在自己头上 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我们走着瞧 刚才我说的一旦中美开战 共产党一定会把他不要的人 把他不喜欢的人 不是喜不喜欢了 除了他500家人以外 几乎都会把你送上 以战争的名义送上战场 送上战场 不是敌人把你打死 是自己人把你解决掉 这叫清零 这叫清零 现在的清零是把 把你再财产清零 财产清零还不够满意 不要了太麻烦 这一把你处理掉 你的财产不都归他了吗 现在的世界局势是非常的复杂 普京战争 对乌克兰 对欧洲 对美国的战争正在继续 为什么对美国呢 他的目的是 结束西方 结束西方是什么意思 结束西方的意思就是 把美国搞掉 把欧洲搞掉 不管他搞得了搞不掉 他就是这样想的 也就是说像中国一样 不管共产党 打的美国 打的美国 他就是要打 他不在乎死多少人 就算死10个亿 他都可能还有2个亿 他有什么关系 他只保留他500家人 其他人他都会不要了 没有意义了 现在的朋友们看到 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病毒清零 财产清零 房子清零 银行账户清零 懂了吧 开始懂了吧 清零还不满意 就是把你命清掉 你的命也不是你的 是共产党的 所以呢 以清零的这个 以病毒这个 这个 为这个武器 就把你干掉 这个中国的这个病毒清零 和核酸检测 可能是 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国家战略 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手法 他利用病毒 利用清零 利用核酸检测 就把你搞掉 把你的财产搞掉 把你的命搞掉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真的很悲惨 但是呢 中国人真的同情吗 不真的同情 因为中国人天天要 打美国 打日本 打澳大利亚 打全世界 不要征服全世界 你能征服全世界吗 你要什么征服全世界 所以中国人也不要真的同情 我说如果不真的同情 就是你们自己自找的 因为你们天天要跟美国打仗 打仗的结果最终就是你的命没有了 我今天晚上想说的就是 就是这么呢 一旦中美开战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五百家人以外 几乎都会以战争的名义 把你们送上战场 到我们的战场看不了敌人 你的命都没有了 他自己把你搞死了 就这个目的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 Goodbye Goodbye